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嗨! Happy Wednesday 剛剛做了最後一次餐件 我覺得太高興了 因為其實每次餐件 難免會擔心寶寶的狀況好不好啊 然後自己的身體狀況好不好 它會影響到他 但這次就是很健康 CSE入院 這種期待又害怕的感覺 然後今天超音波照 照寶寶的大小的時候 很開心看到他的側臉 有沒有他的側臉這樣 太好了 我覺得一切的順利 然後健康是最棒的 好!然後這是我 今天剛到的 38週氣球 38 那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一些水晶跟媽媽的禮物 盒子超大 這個是防全袋 打開 他送了一個 是給女兒也是給我的 因為他就是算是 給我拿的媽媽包 但是如果他長大一點的話 他拿也可以 他有一個很小巧的袋子 然後媽媽說 他長大一點點之後可以給他拿這樣 當手拿 可愛的手拿包 裡面呢就是偏簡單 他沒有什麼隔層 我們上次有拿鞋子嗎 拿鞋子說可以搭配 這個包包 一套的 完整的女兒套組 應該就是去醫院的時候 我就直接穿拖鞋就去了 昏迷的時刻 行動不太方便的時刻 或是無力的時刻 直接穿拖鞋就可以了 好! 謝謝媽媽 再來呢 還有一個這個 東西掉了 它是 Prada的 瑜伽店 我有點不想把它拆開欸 因為我覺得我有點裝不回去 我們就看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瑜伽店呢 有在想說就是可以 鋪個毛巾 紗布巾在上面 然後給他爬這樣子 好!不想拆了啦 我怕我這樣 裝不回去就尷尬 沒有時間 再把瑜伽店放回去了 上一個影片 A Week Of My Life 我有分享 Sean他想要買一個小的speaker給Mira 因為想要給他聽音樂啊什麼的 然後今天我就來猜這個給你看 因為他買的實在太可愛了 真是連我都想要 可愛的說明書 你看他這個盒子 就是也太夢幻了一點 有沒有 是那種 小的那種復古Vantage的box 然後打開來是長這樣子 你看 很復古超可愛的 然後他有附上很多 這種小貼紙啊 可能可以在speaker上面啦 我覺得 清楚他是實在是怎麼用的 我聽學長說他有一個天線 可以聽廣播 可以聽Radio 都要在哪裡 他就這邊可以 就是可以 轉頻道吧 不知道在開箱開什麼 他在轉 轉到FM 我這邊開關直接轉到FM 然後他又直接播音樂出來 然後 現在可以 調節音量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所以就是你把你連藍牙的時候 就可以用手機 去聽任何你想聽的音樂 就是那個時候會來這邊打工 像我這樣子的 完全不知道的人來說 其實真的滿好用的啦 你就是直接看這邊有off 然後有藍牙 然後有FM 你就直接 他應該也可以插線使用 MIRROR 長大一點 他可以拿東西 拿這個一定超可愛的 爸爸的愛心 好 那今天大概到這裡了 喔對 我前幾天去做了MILA除毛 因為我想要就是在排二路的時候 就是可以保持清爽乾淨這樣子 那其實水晶燈媽媽本來有點擔心 所以我想要來分享一下 就是什麼樣的情況 你可以考慮做除毛 什麼樣的情況 你最好還是不要去做會比較好 總結了一下 我來跟大家分享 那除毛呢 你其實可以在運氣的收除 那一定最基本一定要過滿三個月 如果你是胎上不穩定 或者是常有出血的狀況 或是常常不舒服 完全不建議去除毛 或者是有一種完全就是不要去的 就是你產前沒有MILA除毛的經驗 也不要去 因為其實MILA除毛它是有痛感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習慣那個痛感的話 不知道會造成功縮或是什麼狀況 因為運氣中的皮膚其實特別容易 就是有敏感啊發紅啊發癢 又對痛感又更敏感的時候 建議也不要出毛了 因為如果就是太痛的話造成功縮 那其實狀況也很難說 最大生產的機率是37週到40週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自然產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評估一下 你自己覺得OK的時候可以去除 因為真的自然產實在太難講了 然後如果像你是跟我一樣剖腹產 我已經排好的話 建議就是一兩個禮拜前 你把你在做這個除毛的動作 但是一樣喔 一兩個禮拜前 其實時間非常靠近 所以有任何不舒服 它像不穩定 皮膚敏感 這些千萬千萬就不要去做 就讓醫院幫你處理就好 不要做任何除毛的動作 好 大概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晚上要去吃 今月的港式 那家叫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非常推薦 就是喜歡港式料理的人去吃 真的是實在是太好吃了 應該是我們吃姿勢很久很久以前 但是我記憶沒有很深刻 到後來最近去吃的時候 就是突然覺得太好吃了 就是它的推薦就是它的叉燒包 然後它的甜點 我再打字幕好了 因為我真的都不記得它是什麼 欸什麼都忘記了啊 好啦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在分享影片 自己變好擦 好 就這樣子 我開始度過我最後的單身38週 好 等等 我可以大陸 是來就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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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how it would begin 三十八週嗎? 我覺得好開心喔 今天霜居然有參加耶 今天霜居然有參加耶 我覺得很感動 剛剛說是怎麼樣 五分鐘 泡五分鐘之後 就可以喝了 就可以打蓋子打開了 這個是什麼? 檸檬草薑茶 檸檬草薑茶 沒有記憶 是很中醫師會喝的東西 味不好的人要喝誰醬 讓我想喝別人 喝什麼啊 呃 酪梨牛奶 上面那個山有點虛弱 你現在也蠻好沖的對不對 對 我今天才買的 因為我就站著抓著它 對 有像可以這樣抓的 無論有多少困難 我通通吃掉 總有一天 我會得到 好累了 無敵的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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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壞人 通通打到一旁 無敵的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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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那 我地的金剛 OK 那你要不要看 Hello Happy Thursday Is it Thursday? 看一下 OK重來一次 Hello Happy Friday 應該是剖婦產的倒數三天 然後去開到房倒數兩天 現在我在工作室裡面 然後我想要 一樣 整理整理東西 想說每一次影片 我都在整理東西 然後我在生產之前 我很想要拍 就是Pregnancy OTD 我除了褲子之外 我沒有買任何就是孕婦裝 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 大家我的穿搭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開始錄 看 我現在要set up 後面這邊 然後把衣服全部都掉起來 OK Let's get to start Write your resolutions without fear or leave them on the floor Go and open a new door Just keep blindly facing forward Sun's the hottest at its core And I warned you I get bored There's too much to be explored Things that we cannot ignore Drop the falling Berry 好 現在大致上 我已經set up好了 然後來 來個 我的 衣服的那個 review吧 這邊這一區 是我比較常用的包包 然後還有 我非常常戴的帽子 就是我怕有很多孕婦照啊 或者出去玩的時候都會戴的 然後這個包包呢 是我帶相機的時候會很常戴的 對 這邊還有我的配件區 我的最喜歡的領巾啊 絲巾啊 還有 口罩 還有我 初期有戴可是現在完全戴不下的手環 然後這邊就是我一些耳環啊 什麼的 我出門的時候我就很怕他們撞到 所以我就 要戴這些 然後突然忘記還有他 但他現在沒地方放 所以他先放旁邊好了 結果我戴相機的時候都會戴這兩個包 然後再來是 帽子類的 還有鞋子 我最常穿的就是這四雙鞋 還有我腳上這一雙 我想像這雙就是我來工作室的時候很常會穿到 然後再來是衣服 衣服我有分一些拍照類的 然後平常的洋裝類的 還有比較休閒 還有外套啊 還有這什麼 帽機 突然講不出來 還有一些放不下的在這裡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有點累 起來了 就是起不太來 然後胃不太舒服 五金打賽 算是活一天了 然後我就把38週的氣球帶著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居然不小心 把機卡按到服妹 結果我們38週氣球的照片 全部沒有啦 變難過 好 我今天就是不知道懷孕在幹嘛 好 然後這 我今天等一下我要把剩下的衣服拍完 因為昨天沒有拍完 昨天電池沒電 然後天又慢慢黑了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天氣都很陰陰的 然後光有點不夠 好那我現在就要來拍 然後現在大概2點多 拍完我大概 4點多吧 然後跟Shawn可能吃點東西 今天胃不舒服都還沒吃東西 拍完了 然後我們要把一些MIRROR的東西 放回到他的房間裡 我們今天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這個是Prada送我的一個喜貨靈兒 喜貨千金的一個禮物 謝謝Joyce 好我就來拆箱啦 吃一個絲巾 這絲巾很大欸 這感覺就可以把它包起來 把MIRROR包起來這樣 嬰兒包起來 謝謝 而且它的材質很舒服欸 它是不會刺皮膚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點想吃鬆餅欸 有點想吃鬆餅欸 有點想吃鬆餅欸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去鬆餅 或者是回家的路上 然後要整理東西 準備去住院明天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去鬆餅 拜拜 拜拜 我們在一起吃鬆餅 OK 不要太興奮 媽媽可能不會讓我們去鬆餅 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不會 我 昨天是玩樂 你就是玩樂 你玩樂 你的媽媽是玩樂 她是玩樂 我都沒有玩樂 然後我們去睡覺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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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一下最後在家的晚餐 醫院前的清單 N1酥餅 跟宜宮的叉燒包 nossa slate 我來清 好 那我就開始準備整理東西 然後 不是整理東西啦 整理家裡 把我房間整理乾淨一下 那其實我蠻驚喜 就是我反而前幾天比較緊張 然後到現在就是前一天了 我覺得好像反而還好 我覺得就是可能是當事人必須要安心 然後其他人也才會覺得放心吧 所以我就覺得 嗯 要讓自己就是比較平靜 安心一點 OK 然後Mira昨天胎動了一個晚上欸 超crazy的 好像就是她知道她要出來一樣 好 不多說 我要去整理啦 來吧 Lightness of being We both know to be fleeting Like the last breath of us 那個是還好 可是有可能是代產 哦 就是譬如說他是要來自然生產的 那這種經過程可能寶寶 沒有到他沒有心跳 有可能心跳會跳 上線在錄音 超專業的錄音筆有沒有 他剛剛有一陣子的時候一直動 哦你看他動了 然後心跳就好像會變快的樣子 我們本來要出去吃飯了 但是因為疫情 所以晚上不能出去嘛 那我就要等上送東西來給我吃囉 我覺得不錯然後採光很好 我覺得重點是老公睡得舒服 不然他很辛苦 什麼回來了 是什麼回來 怎麼還當老王 要拿出你的住院證 然後去急診室那邊 他會幫你檢查一下胎心啊 你的血壓 然後抽血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把你帶到你的病房 那病房的話 進來他就會給你填一些 手術統一書啊 麻醉統一書啊 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就是 止痛的資料啊 還有防沾黏 然後再來他就會 跟你講一下說 剖腹的時候要 就是明天的行程是什麼 中山醫院是老公不能進去的 問他說那可不可以幫我錄影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當那時候護理人員就很忙 他們要以產婦跟寶寶的 安全跟健康為考量 為優先這樣子 因為他是剖腹產 沒有經過產到 他們就會放保溫箱 所以Sean看到的時候 可能就是在 看他情況如何 先吃一塊 那如果你本人覺得OK 他寶寶就會推過來 我也無奈 所以現在趕快吃 現在Sean要放電影給我看了 老公你覺得你今天睡得著嗎 一起睡 一起睡 No separate 為什麼separate 乾淨一邊坐在一起 一邊吃吧 就是一邊 你先吃菜吧 喝湯然後加乾麵 對啊 我們要一起吃一吃 我們在看定期的巨人 故事進來說呢 問我們說 有沒有衛生棉類的東西 然後因為呢 我現在才知道 因為我之前看的 可能都是自然產 那自然產他們不用 就是 擋尿管 所以他們 只要穿這種安睡褲就可以 所以我就直接買了這個 沒有帶衛生棉來 然後他就說 因為有擋尿管的原因 所以他們 開刀房的時候 就會先放看護墊 看護墊之後呢 再放衛生棉 所以 因為你是沒有辦法穿褲子 連紙褲都沒有辦法穿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跟 所以如果是剖布產的話 要注意一下 還是要帶個衛生棉喔 會緊張喔 會啊 會有點緊張 真的喔 放輕鬆不要害怕喔 嗯 好 謝謝 OK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